接下来呢 芝加哥时报的主编兼资深媒体人李祝华 将在美南新闻联播中带来最新的新闻观点评论 带您从美国去看天下 今天李祝华的观点将探讨 抗争争尊严 白人父子枪杀跑步黑人青年太残酷 司法不能罔顾生命的尊严 我们来看下面的评论 乔治亚州一个非裔黑人青年 在跑步经过一个社区住家门口时 遭到一对白人麦豪克父子开货车追逐 在停车挡住他后发生了争吵 父子竟联手活生生用枪把他击毙 白人父子的说法是 这个青年企图到他家的工地偷窃 他们是正当防御 但是万万没有料到这幕暴行 竟被邻居用手机录了下来 证明他们是一派胡言 根本没有把别人的生命当生命 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 否则人性的尊严何在 社会的正义何在 现在虽然处于历史性新冠肺炎的灾难期间 美国社会普遍出现了不安的情绪 很大的原因是失业在家加上居家禁令 让众人无法过正常的生活 但是这难道就是可以随便滥杀路人 以疏解心中不安与不满的情绪吗 这桩事件早于2月23号下午发生 在艾伯瑞被枪杀后 如果不是他的母亲坚持寻求真相 如果不是当时的视频流传到网络上 引起公众的愤怒 一个年轻人的生命很可能就这样 悄无声息的消失了 我们从录影视频中清楚的看到 当白人儿子在与飞翼青年在路上打斗时 飞翼青年身无寸铁 而白人父子仅凶残的使用枪支 来夺取他的生命 如果没有视频的记录 百分之百让这对父子抵赖而逃过法律的制裁 但直到现场这段令人震惊的视频曝光后 迈克尔斯父子才被指控谋杀 如今录影的邻居布莱恩竟又被威胁 显示此案的错综复杂 令人不解的是 当初乔治亚州格林郡的地方检察官 明知有影片视频 为何认定无需逮捕迈克尔豪克的父子呢 地方检察官甚至驳回了艾伯瑞的尸检结果 和谋杀记录的证据 并称迈克尔父子的行为符合乔治亚州的法律 关于黑人的不公正待遇问题 已经是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 美国人无法回避这个问题 而本案只会让人更加相信这种歧视是真实存在的 只有公众压力才会迫使当局寻求正义 当局对杀戮的冷酷态度令人震惊 对艾伯瑞生命的漠视令人心寒 有传言涉嫌杀害艾伯瑞的嫌疑人迈克迈克尔曾经是该郡的警官 引发公众对其身份以及后台暗箱操作公权力的质疑 也掀起讨伤当局公权私用的危机 即使参与此案调查的人并不认识迈克迈克尔 但相信一旦丧失就很难重拾 调查本不应受到任何的偏见 但事实上警员有可能与当事人进行私下的串通 直接影响该案的调查结果 有消息称自2019年联合缉毒工作组丑闻曝光以来 该郡和地方检察官办公室之间的政治斗争一直在进行 谁因为艾伯瑞之死受到指责 已经成为这场政治斗争最新的一波攻击 在一个无辜生命消逝时 这些人仍然冷漠推脱责任 把突发事件当成政治工具 他们杀害的已经不是一个无辜的生命 更将公众的信任消耗殆尽 乔治亚州州长因研导此案 并公开说明清楚司法是否公正